尤淑珍服务处慢壘队曾经三年多 是由一群壮年的球员 致力在推广慢速壘球运动 而今年10月份呢 他们将代表花莲来参加全国总统杯慢速壘球赛 而16号下午 尤淑珍特别前往球场为选手们交打气 也强调在疫情趋缓之后 各项体育运动活动会陆续恢复举办 希望可以带你乡亲一起来健康运动 前县长尤淑珍早在现议员的任内 就组了一支慢壘球队 三年多来持续精进练习参加多场比赛 今年更是赢得花莲县代表队的荣耀 在10月份要出征全国总统杯慢速壘球赛 珍爱花莲运动最幸福 我相信尤淑珍服务处的球队 历经了三年多的努力 今天呢全赌重来特别来跟他们加油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四强的比赛 在今年的10月底就要代表我们的这个花莲 参加总统杯的这样的棒磊赛啊 所以看到大家这个宝刀未老啊 虽然这个游淑珍的队伍是叔叔队队上的年轻的这个少年队 可是我相信运动不分年龄也不分我们的这个谈女老幼 我们一起看到家人来加油 亲子共赏跟共同运动的努力跟热力不变 吉安运动年我们希望未来的每一个运动赛事跟热能活动的一个延伸都可以到达每一个人的身边 我们运动一起保健康 乡长游淑珍26号特别前往国府球场为球队就要打气 除了制证冰凉的饮料还有数十餐厅兑换券 球员们看到游淑珍到来都很开心的击掌打手势 更是争相的和游淑珍可以留念 大家一起高喊胜利口号士气大争 也为这次在花莲的玉赛拿下了公开组第三名的好成绩 乡长游淑珍表示 今年是吉安运动健康年 虽然受疫情影响很多活动暂停 不过目前疫情趋缓了 会在陆续恢复各项活动办理 希望可以带领乡亲一起运动保健康 这里会吉安相报导